美国春节是不放假的 我们通常会去听音乐会或者看芭蕾舞过节 今年情况特殊 这些活动也做不了了 不过为了让节日有一些喜庆的氛围 这一个节日季 也就是从去年的圣诞节开始 很多著名的艺术团体 比如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英国的皇家芭蕾舞团等等 把节目放到了网上 让观众们在家里也可以体验节日的氛围 今年我就和家人一起 非常正式的 这个正式是加引号的 在网上看了英国的皇家芭蕾舞团演出的 唐吉赫德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演出的歌剧 阿伊达 今天就和你分享一下 阿伊达的作者威尔蒂 复兴意大利歌剧的故事 歌剧 Opera这个词 在拉丁语中本来的意思是工作 我们所说的操作 Operation一词和它是同源的 Opera这个词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工作的成果 放在歌剧里 就是演员给大家献上的 这一台戏 另一层意思则是指工作的过程 一台歌剧本身是一个作品 同时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 而且表演歌剧是一个艰苦的劳动 我坐在前排看过歌剧表演 那些演员一场唱下来满头是汗 歌剧这种艺术形式 起源于文艺复兴的后期 特别是受到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影响 音乐家和舞台表演艺术家们 想要用一种新的形式 复兴古希腊的戏剧 在古希腊的戏剧中 有类似于我们今天话剧的部分 就是以角色的对白和独白构成 也有合唱的部分 在复兴古典戏剧时 意大利的艺术家们把合唱保留了下来 然后把对白变成了声乐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歌剧 早期的歌剧是声乐 演奏和舞台表演三者并重 后来声乐的部分越来越突出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大部分歌剧 基本上就是以声乐为主了 在早期和歌剧平行发展的 还有以宗教题材为主的清唱剧 他们的主要内容是赞美上帝和先知 在今天的人听起来 歌剧和清唱剧在形式上有点相似 但是他们最初的目的和起源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清唱剧主要是以合唱和音乐演奏为主 独唱和对唱很少 今天除了少数著名的清唱剧还经常演出以外 其他清唱剧几乎看不到了 歌剧的发展历史上有两个大的流派 分别是德国奥地利一派 然后意大利一派 德奥这一派强调音乐本身 强调整体效果 声乐部分只是展现音乐的形式之一 重点是要表现音乐艺术 德奥这一派早期的代表是莫扎特 代表作包括费加罗的婚礼 堂皇等等 而意大利这一派呢 采用了起源于意大利地方的美声唱法 强调唱腔华丽 剧情相对轻松 早期的代表人物是罗西尼 他的代表作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和威廉·推尔等等 意大利的歌剧相对比较轻松浪漫 对乐队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后来发展出了轻歌剧 轻歌剧风格轻松活泼 情节多取自于现实生活 在听众中比较有市场 歌剧发展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 似乎遇到了瓶颈 新的一代音乐家似乎很难超过 莫扎特和罗西尼等人了 这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 各自出现了一位不是的天才 将歌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也让德奥的歌剧和意大利歌剧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德国出的这位天才是瓦格纳 我在硅谷来信的第二季中专门介绍过瓦格纳的歌剧 这里就不细讲了 对于瓦格纳音乐界有两点评价 首先 歌剧的历史被分为瓦格纳之前和瓦格纳之后 由此可见瓦格纳的历史地位 其次 瓦格纳重新定义了歌剧 将歌剧变成由音乐 声乐 表演 舞台背景和灯光效果构成的总体艺术 也被称为大歌剧 在意大利方面 如果不是出了威尔蒂 意大利歌剧可能真的就要衰落了 威尔蒂的出现不仅复兴了意大利歌剧 而且将它推向了最高峰 让意大利歌剧也成为了音乐 声乐和戏剧紧密结合的精品 威尔蒂出生于1813年 与瓦格纳同年 在威尔蒂的青年时代 意大利的美声歌剧也已呈现颓势 老一辈大师已经老去 新的一批音乐家除了玩一些小技巧 没有什么建树 威尔蒂的成长过程很有意思 他在学习音乐的时候 并不是像其他意大利歌剧作曲家那样 到歌剧长久以来的圣地拿玻璃去继续挖掘素材 而是去了全意大利国际化程度最高 受外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米兰去学习 在米兰 德奥音乐已经有了勃勃生机 年轻的威尔蒂在那里学习作曲 平时只要没有事情就会去听音乐会 其中就有很多德国古典主义大师们的作品 你可以想象 在意大利这样一个音乐传统浓厚 但是又有点游离在欧洲主流音乐之外的国度里 威尔蒂接触到大量的高质量的德奥音乐 受到的冲击有多大 威尔蒂并不是一举成名 而是一步一步成为了意大利歌剧界众望所归的领袖 在威尔蒂26岁的时候 也就是1839年 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歌剧《奥贝尔托》 歌剧在米兰著名的斯卡拉歌剧院首演 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歌剧院因此给了他两部新歌剧的合同 但是在威尔蒂创作自己的第二部歌剧《一日国王》的时候 他的妻子去世了 威尔蒂心灰意冷 打算从此不再作曲 所幸他在剧院老板的鼓励下 最终完成了他的成名作《纳布科》 也翻译成《拿布果》 从此威尔蒂在音乐界算是站住了脚 《纳布科》里面有一首特别有名的合唱 《飞吧》《思想》 乘着金色的翅膀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中 有很多人都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意大利的国歌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这首歌在意大利仍然有着第二国歌的地位 威尔蒂一生非常高产 一共创作了26部歌剧 其中很多都是精品 里面的永叹调美不胜收 许多都成为了街头巷尾 大家传唱的通俗歌曲 比如《弄尘中的女人善变》 《茶花女中的饮酒歌》等等 威尔蒂和瓦格纳作为同时代人 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歌剧风格 彼此都不是很服气 他们从未谋面 却在暗地里较劲 但是在内心里 他们都知道对方的水平有多高 瓦格纳去世的时候 威尔蒂听到瓦格纳的死讯 惋惜地说道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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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格纳的名字将会在艺术历史上留下强烈的印记 而瓦格纳在晚年也曾听过威尔蒂的安魂曲 据说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还是什么都别说的好 威尔蒂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阿伊达 正是在和瓦格纳的较劲中诞生的 相传阿伊达是为了庆祝1869年 苏伊士运河开通所创作的 但是这件事情的过程实在是一波三折 1869年 为了庆祝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埃及政府邀请威尔蒂写一部新歌剧 在当时埃及苏丹主持建造的皇家歌剧院中首演 但是威尔蒂当时正打算参加苏伊士运河开通的庆典活动 不愿意写新歌剧 建议用他过去著名的歌剧弄辰替代 于是歌剧院就让弄辰成为了歌剧院的首演剧目 但是之后主办方再次联系威尔蒂 还是希望他能够谱写一部新歌剧 威尔蒂再次回绝了这个请求 主办方就说 如果你不写的话 我们就去找瓦格纳了 威尔蒂这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请求 在1870年达成了创作合同 报酬是15万法郎 结果威尔蒂在巴黎把歌剧写好之后 又爆发了普法战争 巴黎被包围了 道具和服装运不出来 于是直到1871年12月 阿伊达才在开罗首演 阿伊达故事的背景 是古代埃及和邻国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威尔蒂将爱情战争和生死 这个人类艺术史上三大永恒的主题 巧妙的融入到一部作品中 阿伊达上映以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这之后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女高音和男高音都演唱过这部作品 其中凯旋进行曲被誉为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凯旋进行曲 而里面的一些永叹调 比如圣者凯旋 纯洁的阿伊达 也成为今天很多歌唱家的保留曲目 这次新年我看的版本是由马泽尔指挥 玛利亚基亚拉和帕瓦罗蒂主唱的 关于阿伊达故事的介绍 我把它放在了文稿的后面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威尔蒂为什么能够成为意大利歌剧复兴的关键人物呢 在我看来有这样两点原因 首先 威尔蒂的求学过程 是一个开放吸收外国音乐精华的过程 这让他的歌剧有着德奥音乐作品的辉煌气势 其次 他也结合了意大利名歌美声唱法的特点 把歌剧中的永叹调写得精美绝伦 而且朗朗上口 这又符合了意大利歌剧本身的传统 在开放创新的同时 保持对传统的传承 这种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相比威尔蒂和后来普契尼的意大利歌剧 瓦格纳和后来的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作品 则更强调整体性 他们之间的差别有点像拉丁派足球 和德国足球的差别 前者强调个人才华 球星们表演的淋漓尽致 后者强调整体战术 公平的讲 如果是想要听一个著名歌唱家的表演 我就更愿意听威尔蒂和普契尼的歌剧 比如我曾经专门去听过多名歌演唱茶花女 其实就是为了他个人的表演 但是如果要享受完整的一台节目 那么还是瓦格纳的歌剧更有感染力 在我听到的所有歌剧中 感觉最好的是在柏林歌剧院听的 瓦格纳的罗恩格林 他带给我的感受 可以用无以附加来形容 让人享受到极致的美感 极为细腻的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